唐朝冰封之盛使吐蕃不敢进青海 吐蕃人是如何消灭汉文化的呢 他们只用了三招 但是招招致命 第一招最狠 朋友们好 我是格浩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朝廷不得不从西北前线 调了大批的精锐部队 回中原平汉 前线空区 西藏吐蕃王朝趁虚而入 从公元756年 吐蕃进攻甘肃临陶开始 到公元786年 吐蕃攻陷沙洲敦煌结束 吐蕃王朝用了30年的时间 打下了整个甘肃舍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 跟之后的唐朝 它的实力完全不对的 就像两个国家 在那之前 唐玄宗天保年间 唐朝已经拿下了整个青海湖地区 唐朝冰封之盛 使吐蕃不敢进青海 但是在安史之后 数年间 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 自凤翔以西 宾州以北 皆为左任矣 啥意思 全城吐蕃人的地盘了 这是资质通建里的原话 吐蕃王朝统治甘肃 长达60年 那么他们是怎么统治当地的百万汉人的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全力推行殖民政策 消灭汉文化 首先他们废除了唐朝的基础的行政区划 相礼制度 把它改成了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部落制 像敦煌就被吐蕃改成了13个部落 吐蕃的这一举动 就是为了方便他们进行统治 军政合一 第二招 吐蕃人在甘肃和青海东部的占领区 又效仿唐朝的制度 设立了五个节度使衙门 一把手叫义长 相当于节度使本人 二把手叫杰尔 相当于唐朝的周刺使 像义长和杰尔 这种高级官吏 只能由吐蕃人来担任 汉人 只能担任中下级的官吏 最后一点 吐蕃在甘肃实行了森严的三等人制 一等是吐蕃人 毫无疑问 二等是苏碧人和土玉魂人 他们原先生活在青海和西藏北部 但早在唐朝初年就被吐蕃人同化 后来他们有一部分就被吐蕃迁到了甘肃地区 说第三等自然就是汉人 吐蕃人是如何消灭汉文化的呢 他们只用了三招 但是招招致命 第一招最狠 禁止汉族人说汉语 全力推行吐蕃语 在那个年代的甘肃 吐蕃语成了当地的官方语言 只要你是受过教育的汉人 全部拉去学吐蕃语 第二点 是改变了汉族的生活方式 树发诱刃 是咱们汉族延续了3000年的传统 但是吐蕃人强迫你批发左任 禁止汉族人穿汉族的服饰 全部人都得穿虎服 第三招他为了切断跟唐朝的联系 废除了唐朝的年号 同时还废除了汉族使用的天干地支纪年法 大家都要用吐蕃的立法 但是吐蕃的立法相当粗陋 错误又很多 而且吐蕃还废除了唐朝的货币制度 老百姓家里的铜钱全成了废铁 那双方交易怎么办呢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以物易物 一言以蔽之 吐蕃统治甘肃60年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但不得不说 吐蕃人的殖民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60年过后 甘肃的百万汉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短层 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 他们被吐蕃同化 不会说汉语 不会写汉字 只会讲吐蕃语 写吐蕃的文字 无论是衣食住行 还是其他的生活习惯 也全部吐蕃化 有一句唐诗反映的就是当时甘肃的这种情况 说汉儿尽作狐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一直到了公元848年 因为吐蕃统一政权的崩溃 和沙州归义军的起义 吐蕃才撤出了甘肃 但是吐蕃对甘肃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间 我们在敦煌的墨高窟里 还发现了穿着吐蕃服饰 跳着吐蕃舞蹈的汉人 以及吐蕃赞谱的画像 这可是让后辈望尘莫及的成就 无论是蒙古人 西夏人 还是满族人 都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再给吐蕃人一百年的时间 他们恐怕就能够消灭甘肃的百万汉人 把他们彻底同化成吐蕃人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